高等法院早前批出金鐘部分路段的禁制令 日品的冠宗集團已經向法院提交補充資料 確認禁制令的範圍 而法院就再要求冠宗修改禁制令的部分字眼 預料最快明天可以取得法庭的概獎 消息說警方下個星期初 會與冠宗集團和執達主任開會 最快下個星期中協助執達主任清場 陳健敏報導 日品人冠宗集團應法官要求 提交詳細的禁制路段資料 包括燈柱和交通燈編號等等 以確認禁制令範圍 範圍包括愛丁堡廣場外的光樂道中東行線 愛丁堡廣場和紅棉路之間的下角度東行線 以及下角度和金鐘道之間的紅棉路南行線 政府總部對開的一段下角度就不包括進來 法官認為補充資料足夠和清晰 但要求冠宗修改命令的部分字眼和地圖標示 減少日後執行禁制令時的爭拗 其中一個答辯人王浩銘向法官提到 早前執行禁制令時 未能確認代理人身份引起混亂 法官表示 每個代理人執行命令時 必須出事有效的書面授權文件 至於用甚麼方法標明身份會交由冠宗集團處理 但要求冠宗將可能出現的混亂和爭拗減度最低 如果是代理人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做好一點就是 有些兼章、編號、名牌、樣子、名牌 可以釐清身份時不會造成混亂 亦不希望有藍絲帶 混入來擾亂整個秩序 法官亦再表明 若有人佔據道路阻塞交通 亦算是違反禁制令 並不是單純指路障 另外另一個答辯人郭卓堅 就高院批出臨時禁制令申請上訴 但冠宗格代表律師認為 上訴理據與審訊時一樣 法官亦在判詞當中傳訴否定 看不到上訴有成功的可能 認為法官不應該批准申請 原告的代表律師說 在取得臨時禁制令的法庭蓋章後 會盡快登報知會公眾 至於答辯人提出的上訴許可申請 法官就會在星期五頒下判詞作出裁決 NOW TV 記者一齊見聞報導